那些喜欢用我AI配音乱搞的 才说每两句话就需要消音 而声音仔细一听 更发现就是小米执行长雷军 让我自己也挺困扰 也挺不舒服的 我在这里呢 希望大家都不要玩了 这个事情不太好 就连当事人都亲自现身呼吁 可见AI合成人生乱象 在中国有多严重 而受害人可不只有雷军 这连天王刘德华的声音也难逃一劫 网友利用AI合成 以此吸引流量和关注 刘德华电影公司 甚至为此发布两条贴文 提醒民众不要受骗 目前网络上可以使用的 AI生意合成工具或者是网站 那只要30秒 就可以生成出8分相似的生意 随着AI技术持续进步 现在只要30秒 就能让名人说出 使用者所设定的文本内容 有许多人在短影音平台 跟民众分享如何训练与使用AI 让名人的声音更加真实 甚至有网红鼓励民众 利用名人的声音进行直播销售 然而这种类似诈骗的行径 法律专家也对此提出警告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 编辑的人脸 包括声音在内 那实际上呢 按照民发典的规定 这个都属于当事人权利人 自己的人格权利 未尽允许的话 任何人是不得侵害的 专家表示 不仅非当事人不能使用 除了民事责任之外 也极有可能需要负刑事责任 趣味的模仿 一不小心就可能吃上官司 三级喜欢双方庭报导